是依依择业与择偶 这个是往往是现在普遍比较重视的 一个是前面说的健康 而一个是更多事业 择偶 其实女性要过得观跟男人不一样 她真正的幸福感 是来自于家庭 来自于这个男人有没有责任担当 所以女性择偶不要看外表 不要看有没有钱 看她的肩膀 第一有没有能力 第二有没有责任 如果这两个相比较 还是说责任更重要 就像一个德一个财 所以说首先 看她 心 在不在家 所以说外头的怎么样 不容易 女性择偶得载物 困到 那男人呢 你外面事业再怎么样 其实现在 真正没有几个人敢施业 为工那才叫施业 你为私的就是 养家 就是赚钱而已 但是如果能照顾好家 也算是齐家了 治国平天下那些 规定你有机会 就算你有才能 规定有机会 所以说 还是这个家 这个生活 日常 这个是基础 那常态最重要 所以是外头 除非你 你能做得到像 岳飞那样的人 忠孝两难全 那你要卫攻 那你要卫攻 自然大家都 心都下了 这种话不要轻易说 而男人呢 这个择业 尤其重要 女人是择偶 这个婚前睁大眼睛 婚后呢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年轻的可能不懂 又有一些 长久的这种经历的 老辈的 也清楚 尤其现代社会 这个西方这种 自由民主这种 性开放一来 这家庭 就不稳定了 甚至说 有的不要孩子 全是跟西方学的 这个女性啊 你要轻易开放 她是阴的 她是要收缩的 男人她是向外的 你轻易就让她得到 她就没有上进心了 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说 一个好的家风 你坚持到 结婚那一天 活着在此之前 她到底是好奇 还是真正对你关心 什么男人 上半身下半身女人 是吧 就这些话 不是没道理 就让俗一点 但是真正 真正的 就是 咱们 到不了说柏拉图那个境界 但是那种其实 往往就感觉 好像也不完整 好像人生缺少点味道 所以 所以 这个 就是说 女性要矜持 不要学西发 现在社会就是 女的一开放 女的也能工作了 女的不差钱 男的不差性 接什么口 你怎么稳定 怎么幸福 子业 你的特长 你的兴趣 两方面 都可以 哪个有前途 以哪个为主 如果这两个 刚好在一起 那恭喜你 那当然更好 而更大的是 这社会 你有一定的责任地位的时候 让你该干什么 你这个